好 这一集我们要来解密的是解放军的军武直升机 这一台叫做5-20它的性能 能够超过美国的阿帕器吗 这一集我们都带你来看 先来看到是美国介绍全球的最新武器的一个装备的网媒 它是动力 报导发现中方可能已经在试飞这一款的 是叫做重型的攻击直升机5-20 又称作叫做直-21 类似美国著名的重型武装 攻击直升机我们刚刚带你看到的AH-64阿帕器 好 5-20它是10吨级的直升机 比现役的6吨级的5-10都还要更强大 它拥有它的综合能力 包括在航程防护信息都是全面要升的 好 几个重点先来看到 它是计划两年到三年内服役 然后要登上的是这个075-27攻击舰 现在还在这个在规划当中 不一定会一下子实践 主要的作战场域包括在第五空间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在300米以下的低空区 或者是100米以下的超低空 这边来作战 好 刚刚提到它的这个达到了10吨级 然后使用的是大功率的涡轴10发动机 拥有4吨的外挂能力 好 可以做的就是跨海的飞行 随这个两栖攻击舰来做夺倒的利剑 那么向上它拥有这个排气减红外的特征 主要可以降低被地面发现的一个几率 再来它搭载的是各种型号的 你可以看到这个导弹系统 再来呢 最后是它可以安装复合的装甲 还有探测雷达 电子对抗系统等等 好 我们先来看到这个5G20刚刚特别提到 它拥有的这个能力 两栖夺倒利剑到底可行性有多大 将军怎么看 它有几个特色 第一个它的功率大 功率大的话它的剩余能量就够 因为它是这个涡轴10的发动机 两具带一个上旋翼 所以它这个两个发动机带动一个 我们所讲的的上旋翼 就代表它的剩余的推力很大 那在剩余推力大的话 它的载重量就大了 它载能量可以载4公吨 那对一个支撑机来讲 它的这个攻击的力道是非常强的 这是它的特色 把这个攻击力量增加了 第二个它具有 我们讲的都是热追踪 我们平常都是飞弹的都是热追踪 它把那个发动机放在上面 它排气向上排热 不是向下 所以你要追热 它被它挡住它向上 它把它为了考量它的安全 要向上排热 所以一般来讲 刺针飞弹或者转程式的人西式的飞弹 对它来讲威胁降低 我们还不要去讲 它的本身的电子战的防护能力 这个又另外来说 所以它的这种抗热的 抗热追踪的防护 它增加了一层 那第三个 它这个是 一般来讲 直升机是 我们讲的并列式 这个正架式 副架式并列 没有 它是串联式 正架式在后面 前面是武器操作官 大家 只要一个飞行员就可以了 飞行员专心的飞行 武器操作官 专门负责打击 什么样呢 要去做电站系统 它来操作 然后它要对地打击 要发射什么的武器 发射什么的飞弹 由武器操作官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责任分析 非常的明确 这样的话就能够达到一个 在作战的时候 发挥它的一个非常大的战力 不用说分身 你以前的时候 两个副驾驶 驾驶又要去操作飞机 驾驶又要去发射武器 发射飞弹 又要去操作电站装备 太复杂了 你这样的话驾驶可能 专心飞行能够分身过来 去操作武器的 大概剩下30% 现在不用 你就100%来去操作武器 飞行员100%操作飞机 责任分得很清楚 而且是串联 第四个特色 我们可以看到 它后面加装了一个 我们叫水平安定面 这个水平安定面 增加它立体的操作的快速 一般来讲 直升机是没有 它后面是一个尾旋翼 保持它的平衡 转弯它是靠尾旋翼 但是尾旋翼是保持平衡 但是问题立体的操作 没有水平安定面 5-20加了水平安定面 水平安定面 变成它的立体动作 非常的快速 那非常快速 你要去追踪它 或者是对比 到全面的有地形的 地藏的躲避 它可以操作 或者是有树林 它直接操作 然后可以专身起来 它立体的动作变灵活 以前直升机的立体动作 变得那么灵活 它这个专身的灵活 还搭配了它两个的 我们窝肘石 所以它胜移推力大 再加上它的水平安定面 这两个是要搭配 它刚刚就要变成立体动作 那立体动作快的话 它整个的安全系数是增加 所以它栽弹量大 然后串联责任分明 然后又具有局部的 我们叫做反电站 就是抗热 反这种我们讲的 追热飞弹 或者追热雷达的追踪 你要这个样子 它就 它这个安全系数就会提高 然后这个是新批量 它完毕的时候是2019年 这个是三年前的时候 三年前的人验证完毕了 现在在逐步要列入作战序列 然后最大的 目前中国大陆 目前的初步的定的产量 是要定3000价最高 换句话说 它是验证成功 才会大量出产 跟这个出厂是这样 那换句话说 五折二十六来看 这个将来多少的利息 因为数量那么多 然后就搭配到这个075 075最大的 这个载的直升机的量 就是包含舱内 包含我们讲的 那个外面的这个 这个平面 大概总共可以带30架 五折二十 这样变成夺岛力 因为量大 量大的话 如果出来的话 就变成风群战术 会对一些在夺岛的时候 在登陆作战的时候 在垂直上路立体作战 在第五度空间作战 因为它在高度低的 它大概保持100到300 越低 那个越能够以 加上它的快速 这个能够对次针飞弹 能够有效地躲避 这是它的一个长处 是 好 五折二十已经列入 作战系列了 那么刚刚讲到 很多它的一些特性 有没有一些短板 因为它接下来 会跟随这个两栖攻击舰 在台海或者是高原 或者是在海上 执行任务 有没有什么需要 特别克服的地方 文贾老师 其实现在直二十 其实它现在 要执行运输 要执行突击 要执行反潜 等等这些 等于说要上高原 要跨海峡 其实这个是非常的 我觉得此时此刻 对中国的直升机的一个发展 其实是很大的一个挑战 跟一个瓶颈 当然其实 这面临有三个问题 第一问题是航程的问题 因为其实这个一个直升机 可能将军也知道 可能就几百公里 对吧 你海峡你看来来去去 这样弄来弄去的 其实也怪折腾人的 它的航程是不是够 第二个是防护 因为本身其实它的防护能力 其实虽然它现在没有公开 我不知道它防护的能力是如何 因为它需要防护就需要 大量的一个复合材料 包括这个机身结构也要进行加强 那我是认为它的现在防护力 应该是比现在的这个直升 应该还强一点 那但是如果说它要去抵御 这海上我们知道 跨海的时候它需要海面有一些腐蚀 盐水的腐蚀 那交关这个高原地区的地温 因为高原有时候会零下 可能10度 20度都很低温 所以它的材料是能够去承担 那当然一个信息的部分 就是它有通讯的部分 那当然它是可能会 也配备了这个所谓的一个先进的雷达 那当然还有电子站的一个系统等等 然后提供它的这个信息 感官的一个能力 但是如果说又要是适应台湾海峡 又要去高原地区 那还有海上环境的复杂情况之下 其实需要做很大的一个改善 所以我觉得它现在此时此刻 如果说它现在已经要现在现役 我是说以后再研发的话 可能会考虑到它的油箱的容量 因为油箱够大它才能飞得 续航力才飞得比较久 比较长 比较远 那还有它的这个防腐的一个图丝层 这我觉得防腐是非常重要 对机身本身而言 那加上这个所谓的第三点 就是一个舰载的一个设备 比如它可能会加装的 所谓的这个地形追踪跟雷达 这样子才能在高原飞行的安全 因为我们知道飞到高原里面去 可能这个地形地貌是非常的复杂 非常复杂 因此在整个部分 可能现在中国要做的部分 可能要这几个 就是航程 防护跟信息 还有它的这个所谓的 机载设备的一个改进 是 好 一下下高山一下 又到水里面 我们刚刚特别提到的是说 这个5G20它参考的 可能就是这个美国的阿帕契 那阿帕契它有一些特殊的功能是什么 让它成为这个5G20的一个蓝板呢 特别请教大使 对啊 当然阿帕契事实上 它的这个1980年代 它就末期它就已经 后半期它就已经直接列装了 在美国的这个部队里面 那在美国的这些 在海外的几个战役 表现是非常优异 尤其在像阿富汗战争这几个 它等于说是 当时它这个出风头的时候 有一种对阿帕契自然机 有两个绰号 一个它是战场的主宰者 对 所以它对于战场的控制能力 非常的强 因为它的机动性强 火力强 然后呢 它的这个 对于这个净空的攻击 低空的攻击 它是非常非常 火力非常强大 第二个它又是坦克的杀手 事实上它上面这个地域火飞弹 大概有大概8公里左右的射程 那事实上在几次的战役 美国的海外战役 这等于说战机标柄 可以说是把这个敌人的 这个地面的火 这个这些 尤其是战车 真的是打得七零八落的 所以在90年代 甚至20年代 事实上阿帕契是 可以说是美国的骄傲 对 我们台湾也有 对不对 它那边有很多很神奇的说法 就是说它的这个头盔 对不对 是你眼睛看到哪 打到哪 对 那一个头盔就是 数十万美金 这个张先生比我清楚 就是说这个是一个非常 这个非常了不起的武器 可是呢 这一次在俄物战争中里面 因为俄罗斯有类似的这种 这种所谓攻击性的直升机 看起来好像有点过时 也就是说这种地面的 肩扛式的这种 这种地对空的飞弹 所以单兵可以操作的 或者说比较简单操作 对这一类的这些 低空的这些攻击武器 产生了枪大的杀伤力 美国有这种地空的 那么俄罗斯也一大堆 英国也有 那美国最清楚 最有名的就是赤箴飞弹 是 赤箴飞弹 事实上那时候在这个俄乌战场 事实上对俄罗斯的这个 同等级的像阿帕西的直升机 造成了很大的威胁 那所以就变成就是说 这个武器 那么它现在要发挥作用 它要有很多配套措施 所以将来我认为就是说 像这个武之二十 那会在用在台海的战役里面 我觉得可能性不太大 解放军内部城有一句话 很重要的句话 值得我们参考 就是说他们讲过 没有掌握百分之百的 自空自凯权之后 它的地面部队不会动 那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虽然在075 它可以载30架的武之 可是绝对不是它第一波的 我觉得就是说 可能是第二波第三波 扫杖攻击的时候才会用 好 大使提到台海 我们特别来关心两岸 北京是否有同一时间 现在大家在热议 不过我们现在特别来看到 画面上这一位是东京大学的 东洋文化研究所的教授 这一位叫做松田康伯 他有一套不同的看法 他认为台海战争是 信则无不信则有 换句话说就是说 你备战才能做到 这个威褶战争的发生 那他也特别进一步分析在 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70多岁这10年台湾较危险 但最终结局 他说就是讲戒实话 换句话说 时间久了只能被迫放弃 好 特别请教将军跟文贾老师 我们各30秒的时间好不好 中共将统一视为民族大业 会因为外力而做改变吗 另外就是我们刚刚 特别看到这位松田 他也预言说 习主席最终被迫放弃 逻辑又是什么 我看要四个指标 第一个指标就是说 不要擦枪走火 因为擦枪走火的话 会四个太过大 四个太过大 一发不可收拾 换句话说 走上战争的可能性就高了 因为中共的战机 中共的军舰 就是台湾周边 然后会越来越近 那会不会擦枪走火 越来越近 一直压缩空间 压缩时间 那我们台湾这一方面 我怎么反应 还是让给他了 是不是 目前来讲是以让 以让换和平 让给你 慢慢破镜 慢慢让 那目前是这样子 那让到什么底部 没人知道 那换句话是这一个 我认为要不要 会不会擦枪走火 不要完全排除 第二个我认为是美国的 有没有坚定支持 因为美国是民主国家 共和党民主党轮流执政 政党轮替常有的事情 他们两个 民主党共和党 对台湾的政策未必一致 那会不会 曾经也有棄台论 也有 那时候会不会 又棄台论会不会抬出来 你不能完全能排除 因为靠人不如求己 因为靠楼会倒 靠人会跑 你这样子 美国的态度怎么样 你不能说它永远是这样子 我们要保持警觉 保持谈警 第三个 我们的台湾人民的心防 够不够强 台湾人民的心防不够强 那不吹口拉朽 一战就合了 是不是一战就降了 会不会这方面 台湾的心防没有加强 因为台湾感觉到 好像那个若无事事 也没有这些自强献击 爱国的活动 爱国的运动 好像还没有风起云有 在这方面还没有在心理动员 思想的动员 武装的心理的武装都还没有 我认为这也是个疑忧 最后一个我认为 军队的战力 军队有没有士气高不高 有没有在战力强不强 招生招募的状况好不好 武器装备够不够精良 训练够不够严谨 够不够踏实 要求度是不是很高 军队的战志 有没有非常昂扬 军队战力 如果争议战力 两个相差太多 可以轻而易举 就可以攻克台湾 那中国为什么不动武直接拿下统一呢 我认为 很多事情都要做最坏的打算 才会有最好的准备 我认为原则上不要过度乐观 是 温嘉老师呢 我觉得他会提到说 这个所谓蒋介石话 是来自于因为 其实蒋介石1949年到1975年 在台湾26年 那像习近平如果试任 24年其实差不多 那为什么会讲戒实话呢 是来自于因为 受到美国的压力 美国的嚇阻 所以他就后来就放弃 一种妥协嘛 那此外现在其实这个松田康博他讲的 其实他虽然没讲明 但是我认为他在凸显一件事情 就像之前去年麻省太郎所讲的 那其实的确他是希望 如果台湾 美国 日本能够加强 就国力跟军力的一个加强 然后提高嚇阻力 然后会让这个习近平 认为如果你武统台湾 或是武统这个所谓入侵台湾 会付出惨痛的这个代价 然后他采取的这个行动 就会可能性就会降低 就会导致这个 干脆 反正也随着他年纪也大了 七八十岁了 就算了 更可能是他的一个解读 是 好 谢谢文家老师 我们收集一下 马上回来 地人政治 内政之珍 战略价值 强权崛起 小国生存 现在与未来 更新世界的走向 掌握世界带动 全球观点 尽在环球发展前方 二十五年代目 宣伍 三十六年代目 都未经许